歡迎加入1800新聞1.0的新聞直播 大家好 我是王欣怡 歡迎各位觀眾朋友加入我們的留言區 跟我們一起留言互動 討論新聞時事 新聞首先我們先來看到的是在國道1號 傳出有掉落物擊中後方車輛 當然也導致後面的車子 引擎蓋 車窗玻璃還有車頂 通通都遭殃 這也讓車主非常的生氣 而高工局也說 因為掉落這樣的事情實在太常發生了 所以從22號開始呢 只要是國道的路間還有邊坡的散落物 通通都要比照車道要收取處理費 而且是以分中來計算 每30分鐘3000元 前方有不明物品飛落猛然砸了過來 引擎蓋 車窗玻璃都遭殃 車頂也凹了一個好深的洞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意外發生在17號下午2點多 地點就在國道1號271.2公里處 也就是嘉義水上路段 國道掉落物砸車事件頻傳 幾天前國道1號南下民雄路段 也傳出轎車爆胎輪胎皮掉落 導致後方7輛行進的車子抖著殃 散落物事件頻傳去年就超過4萬件 高工局表示避免事故已再發生 從22號起國道路間及邊坡的散落物 也將收取處理費 只要寬度達1公尺以上 都將比照車道收費 每30分鐘3000元 避免危機用路人安全及為了荷包著想 民眾運載貨物上國道 一定要確實檢查 捆渣是否牢靠 TVBS新聞紀劍亨嘉義報導 台中七期早上9點多 附近突然停電 也造成了1000多戶的人受到影響 當然了餐廳 商店 診所 這些通通都沒有辦法營業 而且路口的紅綠燈號制也受到影響 而台電解釋是因為電纜街頭故障 6個小時之後恢復供電 台中七期上午9點左右突然停電 有1000多戶受到影響 有診所因為電腦系統無法開啟 沒辦法看診 患者只能夠待座等待 屬營館怎麼安排 現在這個可能是台電在做工程 還有專賣餐飲用品的店家 根本無法營業 損失一天的營業額 我們卡在這裡也很麻煩 因為沒有店什麼東西都不能做 門也不能關 也不能休息 另外周邊的餐廳業者 中午也無法開張 少賺了一頓中餐 做早午餐嘛 還有超過兩家的連鎖超商 在自動門前鐵上公告 指出沒電無法正常營業 而這一停電也波及到了周邊的 精華路段 有五個路口耗指燈不亮 警方馬上加派人力到場指揮交通 避免發生車禍 但是有一個路口一站 就將近七個小時都要待命 因為不是耗具故障 而是真的沒電了 繽紛三路在做一個 搶修的動作 那在十點多 我們有先恢復部分的 在事故外的用戶的用電 那現在在全力在搶修 更換這一個開關當中 台電人員解釋 是地下電纜故障 由於電纜線的街頭 位在地下道 所以搶修有難度 終於在六個多小時後 搶修完成回復用電 但是營業時間斷電 也讓住在台中親戚的住戶商家 超無奈 TVVN新聞說台電 把台中採訪報導 國際消息 我們來關注2024是全球的大選年 而在俄羅斯呢 3月也要舉行總統大選 當然現任總統普欽 有希望爭取連任 目前呢 已經獲得了超過200萬人連署支持 他還親自去開箱了新的競選總部 但是呢 反對的聲量 當然還是蠢蠢欲動 就有民眾上街 但是跟警方爆發了激烈衝突 我們很高興 您的選擇 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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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和烏克蘭打仗 還不忘開箱自己的競選總部 俄羅斯總統普欽 在白板留下簽名 總統當到至少2030年的目標 盡在眼前 過去26天普京已經收到250萬連署簽名 但一片祥和的皇城之外 距離莫斯科1000公里的巴什克爾托斯坦 出現大批民眾抗議 和警方推擠還遭到催淚瓦斯驅離 他們都是來支持一名背叛四年 有期徒刑的異議人士 另外靠近烏克蘭的邊境區 還有工廠疑似遭到無人機攻擊爆炸 反普欽勢力蠢蠢欲動 莫斯科繼續拉盟友 將和伊朗簽署國家條約 雙方互相承認領土 此外也正在安排普欽出訪平壤 法國總統馬克宏在達沃斯論壇說 不能讓俄羅斯獲勝 但這樣的喊話恐怕對普京毫無威脅 地獄別新聞最後報導 來看到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 他住院兩個星期之後 終於出院了 他是被診斷罹患了攝護腺癌 但是因為他刻意隱瞞住院的消息 當然也引發了爭議 而現在最新的通話錄音檔也曝光了 也就是在奧斯丁入院的當天 他要求這戶車不要鳴笛 似乎就是不想要消息走了 就是這通電話引起美國人的懷疑 打來彎彎叫救護車不稀奇 只是接下來的要求 要救護車別開燈也不要想警報 希望一切低調 原來這通電話是來自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的家 奧斯丁在去年12月初被檢查出攝護腺癌 元旦這天送醫隔天住進加護病房 只是他一切低調形勢 連美國總統拜登都是事後才知情 引起美國媒體議論的還有他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前往瑞士參加達沃斯論壇 布林肯的波音專機 卻因為氧氣供應問題 無法起飛回美國 還好美國空軍快速調度其他飛機接人 布林肯的行程只延誤幾個小時而已 TV新聞綜合報導 好我們來看到的是厄瓜多 因為這裡販毒集團作亂 所以治安持續的惡化 很多地方的監獄都發生了暴動 而且甚至還有警官跟商人遭到綁架 大家還記得嗎 上週我們有為大家報導過 在厄瓜多有槍手闖入電視台開槍 而承辦的檢察官也在週三的時候遇害 現在厄瓜多整個國家亂成一團 大批軍警突襲厄瓜多監獄犯罪集團大肆作亂 厄瓜多好幾座監獄發生暴動 超過200名監獄管理員遭到瑕疵 軍警大舉出動震亂 一千多名囚犯全部臉朝下趴在地上 乖乖束手就擒 不只如此各地接連傳出爆炸案 還有警官遭到綁架 上週有槍手闖入電視台攝影棚開槍 負責偵辦這個案件的檢察官 週三金船遭到槍擊殺害 犯罪集團已經無法無天 另外還有一名巴西商人遭到綁架 所信警方即時出動成功救出肉票 厄瓜多因為黑幫作亂宣布 進入60天緊急狀態 目前已經將22個犯罪團體列為恐怖組織 將全力進行剿面 TVBS綜合報導 台灣2024大選剛結束 我們來看到的是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氏 日前非常罕見的 以台灣總統祝賀賴清德 當然這一番話也引發大陸外交部 非常的不滿 他們的發言人毛寧重批小馬可氏 說要他多讀讀書 而當然這樣的話 菲律賓國防部部長也回嗆 說毛寧的說法低級下流 侮辱了小馬可氏還有菲律賓民族 而我國的外交部也有最新的回應 中國大陸和菲律賓先是在南海問題上交惡 近期又因為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氏 祝賀賴清德當選台灣總統 被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嗆 粗暴干涉中國內政要他多讀書 菲律賓國防部長特奧多羅怒指毛寧的言論 粗俗卑劣 污辱總統和菲律賓民族 雙方言辭衝突的激烈程度歷來罕見 臺灣問題意外讓中非衍伸另一場外交風暴 我方外交部幫強菲律賓開酸大陸 我想文明社會還是有一定的標準 越過的標準就是無理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一再對外倡導 全球文明倡議 可見他的發言人都不知道該倡議的內涵 臺灣大選結果讓中美關係也趨於緊張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瑞士達沃斯經濟論壇表示 大陸一再對臺灣施壓 但臺灣大選結果卻適得其反 布林肯重申一個中國原則也堅持維持現狀 與臺海和平穩定 中國駐美大使謝鋒在中美建交45週年 繼新春招待會上指出 臺灣問題仍然是中美關係最重要最敏感的一塊 臺海局勢不穩 中美關係難安 北京一直想要消滅中華民國 把臺灣納為基友這個目標是沒有改變過 他只在選一個適當的這個時機點 來做來完成他的最終極目標 臺灣大選看似落幕 但中美非底緣政治角力持續延燒 TV別新聞綜合報導 來看到大陸發射長征火箭7 長征7號火箭喔 這也是中國載人航天工程 今年首次的發射任務 不過呢 國防部有監測軌晶 是沒有經過我防空識別區的 但是就在大選結束之後呢 共機又再度的擾台 其中有11架次超過了海峽中線還有延伸線 遭到空軍驅離 17號晚上7點50分起 國防部陸續爭獲中共蘇凱30 運8等各型主府戰機 總計18架次出海活動 其中11架次漁越海峽中線及其延伸線 進入我中部北部及西南空域 配合共建執行聯合戰備警巡 國防部要強調台海地區的安全與繁榮 有關全球發展與穩定 使區域各方必須共同承擔的義務跟責任 國軍會持續依敵情威脅與自我防衛需求 強化自我防衛能力 適應區域威脅 國軍運用聯合情間爭手段嚴密警戒 並簡派任務機械與安置飛彈系統事切應處 國防部也呼籲對岸 台海安全各方有責 另外17號晚上10點27分 大陸搭載天舟7號貨運飛船的 長征7號搖八運載火箭 在文昌航天發射場點火發射 它比觸發台灣國家級警報的 長征2號秉運載火箭更巨大 重量約597噸 根據長征7號搖八運載火箭飛行數據 和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 兼實計算 天舟7號貨運飛船 以準確進入預定軌道 太陽翻盤展開 飛船工礦均正常 現在我宣布 此次發射取得圓滿成功 國防部針對長征7號有監測 結果顯示 未經過我防空識別區 根據大陸網友 在微博曝光的火箭發射軌跡 是飛越的菲律賓南方 未接近台灣及臨近島嶼 TVB新聞 蕭明正 陳向如綜合報導 好 今天中國觀察 我們也邀請到資深特派記者陳向如 來到現場幫我們進行分析 向如姐好 新衣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我們今天要對大家來看到一個 非常有趣的事情 大家也可以在留言區跟我們分享 接下來你看到這樣的狀況 如果今天是你 你可以接受嗎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台灣 面臨所謂生育率下降的問題嗎 當然中國大陸也面臨了相同的問題 但是現在他們發現 單身女性找到了一個新的居住模式 在南京有一個同性共居社區 這裡面這大概是一間三層樓的樓房 面積大約是50坪的別墅 由4名女子一起住在一起 這些人決心不婚不育 而且他們素媚平生 平均年齡大約是25歲 大家他們就講了 他們就認為說 常伴我側就是家人 這算是他們的一個共同的理念 所以大家住在一起互相照顧 那但是這些素媚平生的人 大家要怎麼樣一起住在一起呢 他們還有共同的生活方式 也就是每個人每一周呢 要先預繳一周的生活費 大概是人民幣200 300元 大概是新台幣900到1300元 就給這個一家之主 這一家之主呢就要負責寫這一個禮拜的食譜 還要幫忙採購日用品 然後如果集體出遊的話 費用也要由他支出 那這些大家交的錢剩下來 結餘呢 家庭他們就會開一次會 一周一次 剩下來的錢就會轉交給下一位輪職者 然後大家又再重新交一次生活費 就是一個循環 然後大家住在一起 所以我們想要請教向如姐 這個現在大陸生育率低 然後結果發現現在很多女生 找到這種不同於我們傳統家庭的居住模式 反而一群人住在一起 然後這樣子互相 就是大家有一個公積金這樣子給 你覺得這樣的模式真的可行嗎 要是我不行欸 對我也沒辦法欸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有點類似像宿舍的感覺 它比較像是 你要說解決老齡化的問題 好像也不太盡然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才25歲 然後呢 你說要解決這個生育率 或者是養小孩的成本問題 好像都不是 但是純粹就是基於個人的喜好 所以的話呢 就是女性同住因為比較方便 但你說方便嗎 老師說我不覺得比較方便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他們要就是 每個月要繳這個生活費 但是總會有人有一天想要外食 或者是什麼 就大家每個每天的生活方式 其實不一樣 每天要繳這個錢 那如果你想要外食的話 不知道會不會退錢 對啊如果我人緣好 我一個禮拜我有三天 那那那那那我要怎麼辦 你要按比例退還給我嗎 還有再來我是一個晚起的人 那我每天的時候我都睡到12點 那我早餐我就沒辦法吃 你只能中餐多吃一點 我要睡到很晚嗎 對 的確像是我們剛剛問觀眾朋友 可不可以接受這樣子的環境 有人說這個感覺很像是 台灣的多元成家 但其實不太一樣 他們就是不婚不生 就是大家共同扶持住在一起 但是我們以前以往看到的 通常這樣子共同生活在一起 像是在其他國家 比較多都是老年人 像是一群老奶奶 他們都沒有結婚 所以一起住在一起 共同養老互相照顧 但現在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平均年齡 是25歲這麼小的年紀 其實25歲大家可能還不確定 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要結婚 我們想要請教上如姐 這麼低的年紀出現這樣子的狀況 會不會讓反而讓中國 結婚率降低的狀況更嚴重呢 我覺得會耶 首先的話呢 基本上男生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男生 我覺得啦 多數應該要嘛你是獨居 要嘛你可能跟兄弟一起住 但你說一群人住在一起 當然撇除了學校宿舍 或者是呢 在大陸的話呢 會有一些企業 他們會幫員工辦宿舍 那那個就是屬於4到10個人不等的 那那個就真的只是純粹為了 就是你要在那邊上班 然後但你說女生要這樣住 我還是覺得他沒有辦法解決 有關於就是大家低生育率 然後不婚不育的這個問題 而反而會造成的更加嚴重耶 因為你看喔就是你這麼年輕 然後呢你就選擇了 就是女性的單身公寓 我應該可以把它講成是這樣子 是 對啊那這樣子不就大家理念在一起 然後就更加劇了 我不想結婚不想生小孩 是也減少了認識更多人的機會啦 像是這個觀眾朋友William Shea呢 他就說這感覺很像單身女子宿舍 而HFS他說這個劇情 他十多年前在日劇就有看過 他說他覺得不錯 重點是孤獨者可以攪拌共同生活 的確我相信這個應該是他們的本意 但是如果說25歲這麼低的年紀 可能還不確定自己要什麼 也許這個到底是不是好的 大家會打上一個問號喔 那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我們剛剛講到說現在他們這個生育率 結婚率比較低的狀態 當然也影響了到他們的生育率喔 他們這個國務院國研中心 就最新公布了這個數字 說出生率持續的降低 預計未來每10年會下降 一個百萬台階 也就是大概每10年會減少100萬人 但是這樣子的數字呢 大陸網友是不買單的喔 他們覺得這個報告實在太樂觀了 他們的網友認為 平均應該是一年少100萬人 還比較實際吧 我們來看到2022年中國大陸的新生兒 是956萬 2023年是788萬 2024年照這個比例來看 難道是600萬嗎 這以這個階梯數字來看 的確感覺好像是每年少了100多萬 但是出生率下降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包含結婚年齡比較晚 還有年輕人生育率意願下降 還有育齡的婦女減少不孕症比例偏高 我們想要請教向如姐 你覺得官方預估這每10年下降一個百萬 這個這樣子的數字預估會太樂觀嗎 還是網友預估的是比較有可能的 為什麼會這樣養育成本太高嗎 對我覺得我比較贊成的是網友 他們說的一年減少100萬 因為現在確實在中國大陸的話呢 因為隨著你的城市化的發展 確實不婚不育或者是選擇就是 我就是覺得單身比較好的人是真的比較多 那我舉個例子 像譬如說你剛剛說的養育成本 說你剛剛列的那4點 還有第5點 我覺得就是教育成本 在幾年前的時候呢 大陸他們推出的是雙減政策 簡單來講呢 就是你在學校以及呢 下了課以後呢 你都要把你的課業給減少 那不外乎你就是想要降低學生的課業壓力 然後呢讓家長們不要額外再掏錢 讓小孩子去上課外輔導 那他所以他就覺得說 小孩子的課業壓力減少 然後呢家長也不用掏那麼多的錢 那簡直就是雙贏 但錯錯錯錯錯錯 其實呢根本就不是 這有點類似像台灣的 呃就是就是 應該怎麼講呢 呃如果說呢你今天 大家都一起這麼想的話 那ok但問題是不是啊 而且在中國的話呢 通常都會有一個觀念 那就是望子成龍望女成鳳 這個觀念呢到現在為止 依舊非常的根深蒂固 跟不婚不育這個都沒有任何的關係 反正呢我的小孩一定要最好的 然後呢他一定要贏在起跑點 好那你說你雙減政策之下的話 欸就是學校的話呢 課業輔導的時間減少了 那怎麼辦呢轉成了地下化 所以的話呢就是我今天的話 我有能力我就請私教來教 好那你說呢今天的話呢 大陸的城鄉殺局 畢竟目前的時候還是有嘛 那如果說今天的話呢 北京上海的家長比較有錢 而他們可以私底下請老師 這當然要偷偷的啊 不能夠大張旗鼓 那我今天的話 如果我是在偏遠山區的 那我要怎麼去請一個老師來呢 請一個老師來到山區教 都已經很不容易了 更何況呢 我的收入沒有北京上海那麼高 那我要怎麼讓我的小孩 繼續贏在起跑點 所以這就拉大了就是貧富差距啊 然後再來的話呢就是 養育成本有多高 如果我們同樣以北京上海 這種大城市的家長來講 有一次的時候呢在餐桌上 我就問他們說 現在雙減政策 你們家長會不會 就是比較輕鬆 所有在場的所有的家長 通常要搖搖桶 No 沒有我說為什麼 他們就說拜託 你知道嗎 如果你在學校的話 起碼我交的課 就是我交的學費 那個是統一有標準的 可是當你轉成的私下私交的時候呢 那就不是統一標準的 這個老師呢他很夯 因為他交他就是你知道就是 這個985和211的大學出來的 我可以收的價錢 我一次給你開300塊人民幣 那這個 這麼多人有10個學生要叫我 那不然500塊 對啊 那根本就是你知道 的確沒有什麼關係 家長根本就越掏越多錢 對的確反而花了更多錢 當然也會造成家長 比較不想生小孩的狀況 因為我們知道說 其實生育率低 他可能也會造成 未來勞動人口減少的狀況 當然不只中國大陸 現在幾乎全亞洲國家都面臨這樣子的事情 因為我剛剛在留言區看到像是這個會角 他就說 不婚不生 不應該貼上負面標籤 當然的確不婚不生是 每個人的選擇 也絕對不能污名化 但是呢 生育率降低 也許是 未來很多國家所面臨的問題 也得要去思考 要怎麼解決相關的狀況 好那麼也非常謝謝 尚如姐今天來到節目上場幫我們進行分析 謝謝尚如姐 謝謝欣宜 謝謝大家 好另外我們來看到的是 我們今天有講到說 我們剛剛說2024是全球的大選年 包括美國也是在今年也要舉行總統大選 而美國共和黨總統提名初選 競爭非常的激烈 由於現在呢 川普拿下愛荷華州的首勝 當然他的對手呢 現在也跟進打了所謂的抗中牌 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海莉他就說 美國應該要將中國視為敵人 甚至警告 要結束中美正常的貿易關係 這群懷抱美國夢的中國偷渡客 成功跨越美墨邊境後 如何融入美國社會是一大挑戰 DNN 記者深入中國偷渡客的欺身之所 大家在這裡暫時落腳互相扶持 並尋找工作機會 你期待有更多嗎 對 可能五個 可能放進另一個床 對 美國政府統計 光去年前11月 就有3.1萬名中國人 從墨西哥邊界非法入境 相較於過去10年的每年平均1500人 人數足足暴增20倍 來自中國的非法偷渡客變多 讓美國人擔心 中國會派間諜勝後 成為美國國安一大隱患 美國共和黨總統提名初選 如火如荼 前總統川普輕鬆領先後 又口出狂言 說因為他贏了愛荷華州初選 才導致露骨重挫 外媒日經亞洲 引述亞洲社會政策研究所分析 若川普重新入主白宮 變成美台川賴聯手 將成為北京當局最大惡夢 眼看川普打抗中牌奏效 其他兩位候選人 也跟進辛辣發言 美國前聯合國大使海利語出驚人 認為美國應該開始將中國視為敵人 並結束雙邊正常貿易關係 美國總統大選都還沒正式開打 抗中牌又成了今年選戰主軸 TVB新聞綜合報導 好剛剛看到觀眾朋友HF說 以為向如捷會聊到一段海底撈打毛線的新聞 這就來了我們來看到的是 大陸連鎖知名火鍋店海底撈 現在又推出了新的吸引客人的項目 那就是客人在等待的時間呢 可以用毛線機打毛線 還可以挑自己喜愛的款式 付費打毛線呢目前呢 只有在浙江杭州店市營運 但是也吸引非常多年輕人去場鮮 海底撈推出等待時間打毛線 包括製作漂亮的抱枕或地墊 價錢從170到430元台幣不等 主要是為了讓顧客在等待時不無聊 我是真沒想到現在海底撈 除了洗頭做指標還可以打毛線 因為杭州有嗎 對 等待時間打毛線 目前海底撈只有浙江 杭州店有 推出後 常鮮者還不少 特別是年輕顧客 其實海底撈除了打毛線 日前推出在店內跳科目3的特色服務 已經火遍全大陸 營業連結長假 各省為了招客 許多文旅局長紛紛下海跳起了科目3 連春晚竟然也要秀著舞蹈 引發不少大陸網友的批評 最最最最最最擔心的事情發生了 據多家媒體報道 科目3現身多地的春晚彩排現場 有網表示 改白的還是來了 還有網友調侃 玄智的心終於死了 主要是科目3從大陸 紅到了國外 那魔性的音樂讓人記憶深刻 有大陸網友認為登上國際舞台 有人卻認為土到掉渣的東西 難登大雅之堂啊 TVB新聞蕭明正 陳向如綜合報導 好 鏡頭轉回台灣 大選結束之後呢 現在中選會開票也被質疑有瑕疵 現在這個民眾黨基隆黨部執行長 更拿出中選會公佈的資料 指控說有幾個投開票所數據異常 像是北市內湖有一個投票所呢 中華統一促進黨310票 民進黨只有2票 中選會就說有掌握狀況 還會繼續調查 全局若莫波就被發現特別的現象 因為在北市內湖的五分里 七七四投開票所 他的開票出來政黨票 中華統一促進黨拿下300多票 但是民進黨只有2票 類似狀況還包含桃園南埔里 八九市投開票所 民進黨2票 中華統一促進黨414票 同一時間賴清德卻在這拿下了469票 另外高雄陸竹356投開票所 民眾黨0票 司法改革黨139票 數據檢驗發現 至少有10個以上的投開票所 有類似情勢或是投開票數據異常 恳請中選會應盡數查明 我去比對一下所有的投票的訊息 我想很有可能原因是民眾可能投錯票 因為新黨就在民眾黨的旁邊 雖然這個數據是中選會稱 但是不代表就是有錯票 就連在地里長也有點疑惑這數字 不過強調數據確實是現場回報 中選會則說有掌握所說的情況還在調查 只是全台投開票所陸續被指有狀況 還有基隆民眾發現白色票軌被丟到回收垃圾堆 上面封條是新北觀印 愛理說這些應該都要交由選物機關保管 使用年限到才能銷毀 中央要求地方怎麼管理這個票軌跟 跟封條的部分 就是有使用年限的話就是銷毀 被挑開票瑕疵 中選會澄清倒是被指做票 我們來看到的是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呢 前一天才在黨中央宣示說會奮鬥到任期結束 下週一也會馬上邀集新科立委來新生訓練 不過隔一天以資深媒體人趙少康為首的戰鬥籃呢 現在也有新的動作 他們說薩州市要親自開戰鬥籃補習班來授課 而這樣子的舉動也被認為是想要增強在籃營的黨內的勢力 對我們來說不管是什麼籃 但現在有這樣的氣勢把我們凝結在一起 不認證權威陳金輝也是國民黨下屆的新科立委 而會這麼說也是因為黨內的兩種籃都有動作 我當立委的時候真的是以一當十以十當百 我們下禮拜就會開一個這個 如何做個好立委的一個研討會 邀請新當選的立委 戰鬥籃補習班趙少康親授課 25號又邀集新科立委 只是黨主席朱立倫才說22號要新生訓練 馬上多一個趙老師要課後輔導 越多的數據 越多的知識 就讓這個AI變得更強 我想這個 我們一定要蒐集更多更多的資訊訊息 持續的研究 讓我們有這個大立院模型 我們相信我們可以成為很棒的政黨 來監督政府 不管是新生訓練 或者是趙大哥的補習 對我來說都非常的需要 因為我們帶著專業知識 可是我們還是需要有很多前輩 給我們指導 給我們鼓勵 還有給我們力道 尤其是現在國民黨是需要團結在一起的時候 主席指派了不分區立委多幫緩夾 有人幫上課是好事 那麼區域立委去了是否 就等於被貼上戰鬥籃標籤 我想應該是路線不太一樣 那當然我想 不管是黨中央辦了這一場 還是趙先生辦了這一場 只要對我們這些新科立委有幫助的 大家都會願意來參加 立委新秀們避免公開選邊站 但戰鬥籃這動作 很難不被聯想是招兵買馬 擴大黨內分量想絞逐下屆黨魁 倒也不是這樣 就是說因為這是不少 戰鬥籃的議員當選的立委 你一個立委再厲害 你單打獨鬥 你發揮的效果還是有限 必須要合作 趙少康澄清其實目的很直接 但是否如朱主席說的 國民黨已迎來空前團結 就看未來能否真甩掉過去 藍營愛內號標籤 台港球衣舉行一軍成軍會 亮點包含了總教練洪毅中宣布 王柏榮成為球隊的隊長 場面非常浩大 他們也宣示要把目標放在總冠局 身上二號球衣 台港啦啦隊最強外掛安芝萱 以及Bingo 普敏樹 帶領WinSTARS跳應援曲 先把球場落實況 結合韓國疾風街道舞蹈動作 為一軍記者會拉開序幕 焦點當然不能只有啦啦隊 要訪歡迎台港大王王柏榮 台港大王王柏榮一出場 引來球迷熱烈歡呼 球迷關心的不只是他的身手 還有大王的招牌應援曲 那之前加Bingo 帶高雄市長陳其邁一起跳 這首夢花火 從LAMIGO 北海到火腿 再到台港已經是王柏榮的標配 市長舞步沒有跟上 柏榮鏡頭前搞笑 沒有任何表情 2024年前期的主場球衣 玩笑開玩 震驚式還是要做 台港一軍成立 主客場球衣 春訓LOGO一一亮相 科研教練團幾乎全員到期 總教練洪一中出場前 還有沙畫重現跨欄名場面 至於球迷們猜測的林威柱 並沒有納入教練團 樂天60人名單外的 賴宏晨 郭勇為 轉戰台港 兩個人跟洪一中 有淵源再次相聚 推向立軍總冠軍 講到台港球隊誕生 就不得不提到 中職會長蔡其昌 以及高雄市長陳其邁 都知道還下來不死 要是沒有棒球迷支持你的話 你大概 我真的在路上遇到很多的球迷 跟我加油打氣 而且我都覺得他們總統 可能都投科幣 兩人在台上話題不設限 火力全開 球隊以魏全龍當作目標 希望能盡快拿下總冠軍 從洪一中到王伯榮 再到安芝萱 整支球隊可以說是話題滿滿 TVBS新聞黃國軍 陳其軍 徐祐祥 高雄採訪報導 好 觀眾朋友緋文愛說 還是啦啦隊好看 這裡讓你繼續看下去 在今天呢 韓國的應援女神 又被稱為全民表妹的李雅英 還有前NBA球星表弟卡森斯呢 相繼抵台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李雅英 他提到說 來台灣當然不只要逛夜市 他最期待的就是珍珠奶茶 其實李雅英跟李多惠 他們以前是同事 而且同時都自有職業模特兒的身份 這一次在台灣 預計會待上10天 台灣金場外湧入大批粉絲 都是為了他 手能舉多高就舉多高 努力伸長手臂 就是想拍到韓國應援女神 被稱為全民表妹的李雅英 身高170公分 擁有一雙大長腿 魅力四射 深受粉絲喜愛 18號下午1點多 抵台就是為了應援兩天後 連續兩個週末的賽事 來到台灣笑容藏不住 預計待10天 而他最期待的是 因為有很多食物 什麼食物是你最喜歡的 我喜歡餐廳 我喜歡茶 你喜歡茶 泡泡泡泡 我喜歡 太多糖 對泡泡泡泡 日前T1聯盟台皮永鋒雲豹 找來南韓應援女神 李雅英加盟 而他資歷也相當豐富 包含籃球 足球 排球跟棒球 在韓職方面 曾效力於樂天巨人 奇雅虎等等 跟李多惠是前同事關係 同時也具有職業模特兒身分 曾因為工作多次來台 近魔獸霍德華 雲豹又簽下前NBA球星表弟卡森斯 最巧的是同一天晚上8點多 也會來到台灣 20號當天就會穿上15號球衣 迎來第一場T1首秀 同期場球賽 表弟表妹同時亮相 吸引球迷粉絲目光 TVBS新聞 林志偉顏身分 桃園採訪報導 台積電今天舉行實體法說會 當然提到的是 2奈米的失球非常的強勁 除了高雄正在建場的兩座 2奈米的廠之外呢 將評估會考慮增加第三座廠 而海外投資的部分呢 美國第二場 預計在2027年到2028年開始生產 而這一次的法說會 其實也是董事長劉德英的告別秀 回為近四年 台積電舉辦實體法說會 而這也是董事長劉德英 宣布退休後的最後一場告別秀 進場前神情輕鬆 但面對媒體發問不發抑鬱 法說會上對於退休儀式才侃侃而談 退休儀式不僅震撼半導體圈 也引發被退休的揣測 外界揣測是否跟美國建場不順有關 而他也證實會推薦魏哲嘉 擔任下一任董事長 除了人事異動 投資圈也很好奇台積電的營運情況 攤開去年第四季財報來看 合併營收大約6255.3億元 激增14.4% 略優於預期EPS9.21元 會中也提到對台廠的展望 台積電提到2奈米需求強勁 除了高雄正在建場的兩座2奈米廠之外 也會評估考慮擴大投資增加第三座2奈米廠 海外投資情形 美國第二廠預計會在2027到2028年間開始生產 日本雄奔廠則將在2月24號開幕 並在今年第四季進入量產 縱觀整體2023年對半導體來說很有挑戰 但為哲嘉樂觀看待2024年期望發展會更好 有民眾在今天趁著午休的空檔到新北中和的美式賣場 結果在停車場裡面繞了很久都找不到車位 結果意外看到有機車把車子停在汽車閣裡面 而且還被貼了白單提醒 結果沒想到這名騎士居然跟賣場的員工爆發口叫 美式賣場停車場內有員工和消費者爆發口角衝突 一時找不到車位又趕著採買消費者 起步步認為有花錢為何不能停 這是汽車位好不好 謝謝 沒有這是汽車位好不好麻煩一下 好 原來會將機車停在汽車閣內有個關鍵 要撥給摩托停 可是今天正好切換回來 大家不習慣 對 所以他們還是覺得這邊可以停 民眾18號中午12點多前往新北中和的美式賣場 繞了很久都找不到車位 意外募集 停車糾紛引起的衝突 過去賣場會依據人潮汽機車數量去調配車閣 我現在停車了還要擺過人家 現在就要照顧照顧照 在家中不說 家中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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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波車閣被檢舉新北交通局前陣子來函 即便是賣場屬於私人停車場 但劃設多少個汽機車閣不能擅自更改 每在期限內改善將裁罰3000到3萬元 18號正式取消調波第一天 場面有公告 員工巡邏提醒消費者不知情引起糾紛 TB的新聞是熊龍師淳新北採訪報導 屏東的洛山風非常的強喔 在日前就有一間廟的小門 就被瞬間的九級強風帶上 結果這個門就反鎖了 值班人員就非常的困擾 因為他的身材很壯碩 他沒辦法從旁邊只有20公分的狹窄的縫隙 鑽進去把門給打開 最後怎麼成功處理的呢 帶你來看 廟門被洛山風反鎖了進不去 員警奮力猛鑽 沒辦法皮帶鬆開再試試 就是不相信鑽不進去 他奮力縮小腹 雙腳用力一蹬真的進不得 女警賣力幫忙要把人塞進去 看來還是沒辦法 要不換換頭部先進去好了 正面反面都鑽不進去 員警只好放棄 難得不行換女警試試 他有備而來 拿出長長的棍子 沒想到他拼命 廟方人員 勞進往門的方向轉了過去 廟方人員 對於原警的熱心協助 真的是 勞進往門的方向轉了過去 廟方人員 對於原警的熱心協助 真的是 萬分感激 因為她的身材 廟方人員 對於原警的熱心協助 真的是萬分感激 因為她的身材 比女警壯碩太多了 要從這個縫隙轉進去 萬萬不可能 20公分 在這裡沒辦法 沒辦法一開 當時瞬間正風9級 惱人的落山風惹禍 還好女警專進 只有20公分大小的縫隙 是開啟廟門不負民眾所託 TVBS新聞葉鳳達屏東報導 新北市的新海橋 發生了一起行車糾紛 有一名機車騎士呢 他指控說前面的轎車急切 靠得太近 害他差一點摔倒 所以在等紅燈的時候 他就上前提醒他 結果沒想到 兩個人就在路上 直接爆發了口角 而他們在路中間圍停吵架 警方也會對兩個人開罰 有沒有發生車禍 我跟你講 差點害我摔車 有沒有在哪裡 遠景貨報來到 新北市板橋 新海橋下 重機騎士把車子 停在路邊 指控前一刻 雙方在橋上時 彼此靠得好近 指控汽車駕駛 讓他差點摔車 129分就發生在 新海橋的下橋處 可以知道 新海橋協律服 並不是非常的寬敞 當時雙方呢 就是在停等紅燈的時候 吵起來甚至還差 一點點大打出手 必須9分發生在 18號中午12點多 旁邊就是半橋殯儀館 車流量相當大 下橋之前 大彎道 有任何一方 要是逼車都很危險 發現他一直往我這邊 靠過來 你知道那個彎道 又是雙白線 然後一直彎道 他切過來 我整台車激烈的搖晃 然後我差點跌倒 前面剛好是紅燈 他就停下來 停下來之後 我氣不過 我就跟他敲玻璃 我只是想跟他告訴他說 你剛剛這樣子的行駛 讓我差點造成車禍 然後他做事要打我的時候 然後我也往後退 我人生爬馬燈 剛剛在新海橋下的下橋樹 閃過了一遍 就是用拳頭砸我的車 他的藍車行為就是妨礙自由 中機騎士與汽車駕駛互控B車互相提告 只是在路上停下來吵架 恐怕也違反了交通法規 警方表示 機車騎士紅燈月線臨停開罰900元 汽車駕駛一旦下車 就算是在禁止臨停的位置停車 也是罰900 遠景後續將會對兩個人開罰單 畢竟真的有糾紛 想要報案請到安全的地方協調 別再路中央吵 TVBS徐坤山一姐三個鐘頭 新北市樹林在今天清晨的時候 一棟透天錯的三樓陽臺 突然竄出火焰 而且沒幾分鐘就全面燃燒 幸好沒有人員傷亡 而這一棟透天錯呢 其實一共有五層樓 全家十一個人全部都住在裡面 而屋主說有看到煙蒂 懷疑是有人亂丟釀火 從房間的窗戶看出去 對面的後陽臺 竄出濃濃黑煙 慫慫大火直衝天際 對面鄰居看到這一幕 趕緊拍下也幫忙報案 整個陽臺全面燃燒 連雨遮都開始竄火 凌晨四點多鄰居加火災 女大聲嚇壞了 以為就是到這個時間點 怎麼會有人在方便房 那我就沒有理他 然後想要他三四聲之後吧 就看那個聲音很大聲 然後我就看了一下窗外 然後我房間旁邊就失火了 事發就在新北市樹林千歲街上 火災發生地點是一棟透天錯 一共有五樓住了十一人 其中還有三名小孩 幸好一看見有濃煙 大家就趕緊疏散 回想起幾個小時前 家裡發生火災 屋主講話還在戰斗心有餘悸 從陽臺清出來好多物品 雙手衣服都黑了 洗衣機被燒到焦黑 蓋子也融化 還有鍋碗瓢噴也被燒到變形 到後陽臺旁的住戶家裡看過去 雨遮燒成一個大洞 可是好像怕人家丟煙蒂還是怎樣 實際上有叫那個他去鎖 他有幫忙 有清備案 看他要怎樣判定 現場有看到煙蒂 不過是不是起火原因 還有帶火吊科人員調查釐清 只是清晨這一場火 幸好家族11人成功疏散 否則大火一炎燒 後果難以想像 TVB新聞 劉瑞熊佩允 新北市採訪報導 好的確就像觀眾朋友Bob Chen說的 天干物造小新火燭 接下來天氣也變冷了 如果要外出運動 也要注意自己身體的健康狀況 在苗裡有一名男子 他在7號晚間 結果在公園慢跑運動的時候 突然倒地一度歐卡 還好當時有消防員休假 募集這個倒地的瞬間 上前幫忙進行CPR搶救 還好在救護人員送醫之前 順利的搶回一名 一名男子晚間到公園慢跑 經過流動廁所時突然停下腳步 彎下身子 下一秒整個人突然倒地不起 事發的苗栗逐男運動公園 7號晚間9點40分左右 一名59歲純性男子 疑似有心血管疾病 慢跑到一半突然身體不適 倒地後一度失去生命跡象 幸好當時一名休假的消防隊員 在旁邊打網球 募集倒地瞬間 即時上前實施CPR 並且請人協助打119 救護人員到場接手持續CPR AED建議奠擊一次 或送回公醫院的途中 患者恢復生命真相 救護人員到場接手 搜上救護車急救 到院之前順利把人 從鬼門關給搶救回來 那做後續的一些檢查部分 那發現他就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心律不整 CPR是非常重要的 一般來說 在一個急救的過程中 常會因為沒有CPR的執行 或AED電擊這件事情 造就後續的病人 後續就是會造成腦死 或是終身癱瘓在床上 還好男子倒地不到5分鐘 就被休假的消防員發現 才沒有錯失黃金救援時間 而事發當天又是低溫特報 也可能又發細血管疾病 急診部醫師也提醒 接下來寒流來襲 要做好保暖遇寒的工作 確保出門在外的身體健康 請預備 新聞謝果經理蔡苗栗強報導 好我們來看到的是 最近嘉義地方社群 有人分享說 有人只要掃QR Code 就可以領到2000元的超商禮券 面額是500塊的 但是這個社群也提醒大家 這個是假的 而且如果你只要掃的話 這個新的詐騙手法 你就必須要登入你的個資 甚至要輸入卡號 而且個資有可能會外洩 也有可能被倒刷 最近不少嘉義人 手機群組會收到這訊息 說家裡的信箱 如果收到李勸請立即撕毀 千萬別掃碼 在地的臉書社群也有人分享 說這是新詐騙手法李勸是假的 掃QR Code 個資跟錢就飛了 已經有人受騙 而這張李勸長這樣 印有連鎖超商LOGO 面額500 底下說明掃碼加好友 即可領取現金李勸2000 哪有這種好康 透過螢幕掃碼 進入的已經是錯誤的網頁 而網路上就有人分享 掃瞄這張李勸上的QR碼 會引導到另外一個網頁 要你填寫資料或是卡號 藉此竊取個資或是倒刷 若真的不信 可以求證超商員工或是警方 他不會說 不會有QR Code 也不會說 你加進去只有2000塊 送獎通知 或者是發送李勸的簡訊 需要點選連結 或是填寫個人資料 就有可能是詐騙 一般超商李勸 不管是實體紙本 或是虛擬的商品卡 都是直接拿到超商就能使用 不需再掃瞄或是登入個資 光這兩個步驟就不合理 信箱如果有收到這類法茂 超商李勸 直接忽略或是扔掉 絕對是上上策 TVBS新聞基建亨嘉義報導 現在電動車越來越普及 就有民眾家裡安裝 電動車的充電樁 結果沒想到才用了一年多 就因為電線燒壞 導致家裡一二樓全部都斷電 找來台電人員幫忙檢修 才發現是分裝到充電樁的電線燒壞了 而其他業者就建議 除了安裝要找合格的廠商之外 也可以找台電人員來檢修 確保安全 工作人員確認配電管線走向 這是安裝電動汽車充電樁的重要步驟 因為有民眾住透天錯 房子102年蓋好 111年底安裝充電樁 用了一年多後出狀況 台電檢修電表發現 分接到充電樁的電線 因為高溫燒壞了導致家中斷電 檢修人員告訴他 當時就應該申請更換合適的線材 民眾原本猜是否原廠安裝問題 但客服回報 他們沒權利在安裝之前 檢修台電電表 當然分析以這位民眾家中電表兩條台電輸入線 另外兩條是自家入屋線 燒掉的是入屋端 可能就是這顆螺絲沒鎖緊 烏融絲開關壞掉 電流超量沒跳脫因此燒掉 也有可能是金屬夾片縫太大導致 溫度高 然後使用的時間過長 那它就會有一個金屬的耗損 它可能有十年的時間了 那久了之後這個狀況就會產生 因為電路連接點金屬材質容易熱脹冷縮 用久了難免會退化 要裝充電裝之前應該找合格廠商做充電裝規劃 從用電到安裝使用的電源線配管材質 整個工法都得注意 放在家中只要用電量許可都能裝設 可能就是管委會這邊或是區權會這邊 我們要提供相關的這個規劃書 然後跟它的用電的狀況 然後做一個完整的報告 不過社區裝充電裝通常都會跟台電報備檢視 因為得提供更大電流量 另外裝線路就要額外付費 目前台灣有兩種充電裝規格 特斯拉的美規以及歐規 安裝價格差不多大約兩萬多塊 台電也提醒 畢竟是高功率用電 定期檢查電表確保用電無餘 TVB的數據陳建民一台報導 在台北市林的天母 有一條路有兩個路名 有一邊是中山北路六段405項 而另外一邊是天母溪路38項 這也讓當地民眾很困擾 因為過去曾經有包裹 沒有送到的狀況發生 而現在當地的人也有討論說 是不是要改路名 有可能會改成天母南路或者是天壽路 專家就說這個改了路名之後 有可能會帶動房價增加超過一成 但是想要改路名也不容易 要這個建物所有權人 四分之三的人同意才可以 天母民眾最近熱議的話題就是 是在中山北路六段405項 彎進來這條巷子 有人覺得道路很凌亂 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實際來走一走看看 沿路看來新建案林立馬路 也還算寬敞 人車分流 只是車才沒開多久後 從剛剛我們上車的地點到現在這邊 其實距離只有僅僅的一分鐘車程 但是您看現在這邊已經是從中山北路 六段405項變成天母西路 405項這一段有點混淆 就是說這條路到底是幾段 因為它前面是北路嘛 天母北路嘛 你這後面是天母南路很合理 中山北路六段405項還是天母西路 就連當地民眾一不小心也可能捕灑灑 因此有里長帶頭畫蝦想要改路名 有的朋友要來找 必須要透過我們禮辦公處 包括一般的包裹 那個有時候都會送到我們禮辦公出來 里長說這條道路從30年前就開闢 但門牌一直沒有整編 而要是改了名 里長掩擬 把道路名稱改為天母南路 或是天壽路 國際路等還要投票 而這樣一來 天母東西南北路通通湊齊 裡面現在有一個擔心的地方是說很麻煩 那必須要抽很大的時間到各個單位 去辦你這個所謂的一個變更的手續 也有一說是把路段名稱從向改成路 有望提升當地房價 民氣上的加分 可能在聽起來的這個狀況上面 也會對於一些購買方上面 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感覺 以這個路段來說 門牌數共333戶 建物所有全人四分之三以上 也就是250筆門牌以上同意才能改名 而改新路名也得以照道路命名程序走 至少得花三個月 改不改名就看里名 願不願意 鐵月線網上張慧閒才報導 AI人才平行月薪上開8萬元 雙眼睛另一幕 畫面上是大數據分析資料 眼前這位林先生畢業約兩年 投身職場不斷精進相關技術 目前在數據公司擔任AI工程師 林先生大學就讀電機科系 大肆就開始學習AI相關領域 加入大數據公司之後 每天負責人工智慧功能開發 以及公司數據分析整理 運用自身AI實力 創造職場價值 工作年紀算不到兩年 年薪卻以一般新鮮人高出不少 因為現在其實是一個趨勢 如果你沒有跟上這樣的趨勢的話 很多公司的產品 會被別人質疑說 可能沒有更強大的一些功能存在 所以這方面的技術是 趨勢也是必要的 我認為 AI人才搶手 根據人力銀行資料顯示 企業用人主管和人資最看好三大題材 AI人工智慧位居首位 有58.4%的企業看好 第二是ESG永續發展 41.9%的企業認同 第三是長照醫護 比例32.2% 其中AI題材最被看好 平均每個月就有2.4萬個AI工作機會 五年來成長29% 可以真正的看到AI開始落地在各行各業 因此AI的相關人才的需求 都是在持續上升的 從聲量來看 在AI領域求職的聲量 從2022年的35,345筆 來到了2023年的82,601筆 足足成長了1.33倍 整個人才的需求是持續在上升的 在細項看到薪資層面分析 職務具備AI實力 平均月薪可以從4.1萬元上早到5.7萬 AI紅利1.6萬元 增幅約38% 依照AI相關職務月薪 AI技術落實到資訊軟體系統之類 平均月薪8萬元最高 醫療保健服務類7.6萬排第二 經營和人資類6.6萬排第三 國發會有做了一項調查 在AI領域包含了資料科學家 應用工程師還有專案經理 都是目前在市場上需要的人才 那麼如果你是畢業於電機、電子工程 資訊技術、軟體開發 或者是資料庫、網路設計和管理的相關科系 這些都是目前市場上需要的人才 不過因為相關領域的畢業生 現在還不太多 所以有些人他也會在職進修 試著能夠切入AI的就業市場 專家分析 AI人工智慧能協助公司作業 不但省時省力 更能提升效率跟精準度 外界傳言很多職業人力 會被AI人工智慧取代 但專家提出不同看法 表示若人在職場上 成功駕馭使用AI人工智慧 多旦不會被淘汰 還會成為職場上的重要員工 AI人工技術的高度發展 確實產生了非常大的需求 我們知道AI技術 人工智慧技術 它有可能適用在各個不同的產業 包括我們所熟知的像金融服務業 甚至醫療業 甚至製造業都非常有可能 所以短期明年 AI的技術 確實造成了短期之內 有非常高的一個需求 AI智慧當道不怕被淘汰 團支駕馭使用 成為企業當中優秀人才 TVS新聞 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